第1180集 魔王上天 对自己追随的这位九阶建主 楚阳的未来 剑林不敢再想下去 突然 这人怎么回事啊 真是啊 我靠 好大呀 真是不知廉耻 这人肯定刚才看着天黑了 索性这样就跑出来想占便宜的 不会吧 天黑了他也看不着谁美谁丑啊 占谁便宜啊 哎呀 这种人他还在乎什么美丑啊 只要是就上了 楚阳从迷惘中醒来 顿时觉得自己身边乱糟糟的 随即还有些东西 呼呼的向着自己身上飞过来 不由得大事迷惑 这是什么呀 睁眼一看 不由得大吃一惊 只见自己身前竟然有一大群数百人 在神情古怪的看着自己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楚阳惊呼一声 你们是什么人啊 在这宝塔山里 在这紫荆洞中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人呢 随后才发现 这些正在往自己身上飞过来的 居然是一些石头 树枝 还有几个鸡蛋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楚阳急忙闪避 怎么了这是 队伍中有几个女的 似乎很害羞的样子 一边娇声娇气的喊着 一边用两只手捂住眼睛 却在手指缝里头偷偷的看 银贼 我要杀了你 免得伤风败俗 一个正气凛然的青年 仗进而出 向着楚阳刷的一件刺来 但楚阳分明从他的眼神里 发现了嫉妒和郁闷 争吐子 杀了他 另一人叫笑 真是没见过 这世上居然有这样无耻之人 说这句话的是个女子 一脸的冷傲和笔 楚阳仗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剑灵在九节空间里提醒 宝塔山已经到了空间里了 已经没了 您现在就站在大路上呢 可他们为什么攻击我呀 剑灵揶揄地笑了笑 我也不知道 楚阳闪过了一把剑 避过一把刀 抓住三块飞来的石头 接住了几个鸡蛋 然后他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似乎是身上凉嗖嗖的 低头一看 不由他大叫一声 啊 我们穿衣服 可不是吗 楚阳在紫荆洞穴中 接受大道考验 狂暴的灵气 已经将他的浑身衣服 冲得稀烂 一直在紫荆洞里 他自己已经习惯了 如今 他骤然将整个宝塔山都收起来 自己还莫名其妙 就这么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朗朗乾坤之中 不被人当作异类 那才是怪事 此刻 楚玉座正是赤条条的 在战斗 在躲避 在路边上 居然正是他与夜醉战斗过的 那片密林 楚阳刹那间真的是害臊了 难怪 觉得下面荡忧荡忧的 我闪 楚阳一个闪身 捂着脸冲了出去 楚阳捂着脸 这还是两辈子头一回呀 刷的一声就消失不见 留下一群莫名其妙的人 刚才那人呢 哎 不见了 楚阳心急火燎的 到了树林里头 立刻就拿出一身黑衣穿上 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我的天哪 丢死人了 下一刻才想起来 这条路上一直很偏僻 不应该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都在赶路 是干什么去 九重天通道终于打开 宁天牙叹了口气 他也为刚才的天地变化震惊了许久 然后才想起来楚阳的嘱托 下去看看也好 晃悠着身子 慢腾腾的向着通道口走去 这通道口本来就在附近 根本不远 宁天牙一个略深 都有可能超出去 走到通道口 只见已经有蓝家人在镇守 而且不远处 还有蓝家的一片宅子 看样子守在这里已经很久 许多人正从宅院中走出来 向着通道口走来 老头 贼头贼脑看什么呢 溜哪啊 刚刚拐过弯 就有人猛的出言大贺 宁天牙愣了半天 才醒悟过来 这老头是在喊自己呢 不由的就是一头的怒火 老夫真的看起来这么面善吗 我要下去 你们让开 宁天牙对眼前的小角色 实在连动手的兴趣都没有 下去 你要下去 啊 蓝家那个大汉哈哈笑起来 你想下去就下去 你要下去就下去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宁天牙吗 宁天牙顿时就气乐了 这货真厉害 一句话就猜出我是谁了 可惜啊 是嘲讽的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宁天牙呢 那大汉顿时就愣了一下 随后就忽天强地的大笑起来 他怪声怪调的说道 你是宁天牙 哈哈哈哈 老宁啊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不留情啊 旁边七八个大汉同时笑得前影后合 宁天牙 脸色顿时就沉下来 这几个混蛋 简直让我老人家不可容忍 在楚洋那里吃了半肚子气 如今来到这儿 居然又吃了半肚子气 而且还是这样几个猥琐的小人物 一路之下 大喝一声 滚开 一股凛然气势 猛然发出 下一刻 这七八个人突然如同见鬼一般 浑身愣住 一动不能动 宁天牙冷冷地一哼 突然感觉到 蓝家实在是没什么存在的必要 随后又感觉到 自己被这样几个小人物勾起来 这样的杀意 实在是有损身份 不过心中却默然生起一股感觉来 此去下三天 若是蓝家的人真的如此不识趣 那么就杀了吧 他实实然地走进去 就在七八个人面前走过 进入了通道 此刻后面的蓝家大队 距离此地尚有数十丈 眼睁睁地看到一个 不属于蓝家的人进入了通道 不由得大为意外 但是等他们靠近追踪的时候 宁天牙已经是无影无踪 宁天牙在通道中一路急迟 只不过片刻就走过了一半的路程 他的心中无惊无喜 一片平静 就在此时 就见到对面远远的也有一道黑线 在这通道中间向着自己这边飞锁而来 宁天牙一愣 对面来的这个人实力可是强劲得很啊 难道在这中三天还有这样的高手 正在私损之间 对面人越来越近 宁天牙才发现 这乃是一个黑衣人 挽着一个少女的腰肢 一鹿如飞 眨眼间就到了跟前 随后 那个黑衣人也是一滴一声 发现了宁天牙 居然一下子停了下来 从急速到一下子站定 带着一个人竟然如同行云流水 无比自然 这种控制让宁天牙也是为之赞叹一声 只见来人长发披散 柔滑的披在肩头 但是却给人一种奇怪的味道 而且这个人的长相也很奇怪 一根眉毛朝天 直挺挺他 另一根眉毛却是朝地 也是直挺挺他 一个眼睛大 一个眼睛小 而且两个耳朵 好像还有些不对称 宁天牙直扫了一眼 就觉得惨不忍睹 这家伙长得也忒惨了吧 就要擦身而过 却见到这个人居然一伸手 拦住了自己 宁天牙诧异的抬起头来 只见这个人看着自己 突然一脸的震惊之色 宁天牙更纳闷了 难道他认识我吗 然后就听见这个人 用一种震惊的声音问道 老头 我长得帅不帅啊 宁天牙顿时有些晕 帅不帅 就你长这个样子 哪里有一点跟帅沾边的 但是宁天牙也知道 纵然这个人的实力比自己要弱 恐怕是也弱不了多少层次 打起来真的会耽误时间呢 而且这个人貌似也不像坏人 帅简直帅呆了 老夫活了这么多年 再没见过第二个比你更帅的 哇 老头 好眼光 黑衣人哈哈大笑 揽着身边少女 越过宁天牙往前走去 似乎他突然停下 就是为了问别人一句 自己帅不帅 宁天牙摇摇头 继续往前走去 就听到身后传来声音 果然啊 上三天的审美观 跟中三天和下三天就是不一样啊 中三天下三天都说我难看 想不到我现在到了上三天 这声音中居然还有些沾沾自喜 声音渐渐远了 只听见那少女说道 你本来就很帅的 那是 那是 终于消失了 宁天牙险些摔个跟头 心到好不容易九中天通道开启 第一个上去的居然是个神经病 而且是个很厉害的神经病 摇了摇头 一路飞驰消失在通道之中 众所周知 刚才这两个人 当然就是谭谭和谢丹凤了 谭谭现在很快了 一路飘飘然的往前走去 刚刚进入通道就得到肯定 刚才那老家伙的实力可是比自己还强啊 他没必要怕自己 但却肯定了自己很帅 这一点才是谭谭最高兴的 眼前又是一群人前呼后拥的过来 队伍整齐 于贯而尽 很像是有组织的 正是兰家派出的前往下三天的大队人马 这些人在这已经等了半年多了 大公子下去之后 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传上来 家族都是很着急 尤其是现在兰家青年一代几乎死光了 家族更着急 这不前些天又传来二公子被杀的消息 家族下了严令 只要通道开启 第一时间下去找大公子 看看大公子现在怎么样了 所以一见到天线异象 众人立刻就开始准备 随后又立刻上路 却没想到 居然有人比自己等人还要早 自己家族的通道 居然先进去一个老头 大家都很有些不舒服 纵然那个老头是个高手 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决定 追上那老头狠狠地教训一顿 咱们这帮人中 可是有好几位至尊啊 进了通道走了一半 就见到一个黑衣人迎面而来 长得奇形怪状 丑恶无比 但是最让众人不舒服的是 这长得恶劣无比的家伙 居然还挽着一位绝色美女 这就让人有些心里不太平衡了 其实谢丹凤长得相当于是千里挑衣 挺好看的 但却绝对算不上什么绝世美女 但是 现在谢丹凤陪在谭谭身边 用谭谭的相貌来衬托一下 我靠 这哪里还是什么绝世美女啊 简直就是仙女 不 仙女也没这么漂亮的 什么倾国倾城 碧月修花 在谭谭身边的谢丹凤身上 通通的暗示颜色 这帮高手到了这般地步 也没什么好色之心 但是 现在看到这种标准的鲜花 插在牛粪上的事情 还是觉得有些暴天天物 但是 这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纵然有道理 那 也就只好当做没道理了 第1180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你知道吗 那个